20岁少女父统三年 到医院做开服手术一看 竟然有整整两斤虫子 医生当场直言 救活的希望不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女孩患上了包虫病 这种病也被称为虫癌 特性和癌症十分相似 一旦感染 虫子就会像癌细胞一样疯狂转移 威胁全身各大组织机关 刚被确诊时 女孩马上要高三 所以没有手术 一直是吃药治疗 但三年过去 吃药却根本没有一点效果 她的情况越来越差 恶化到超出当地医院的治疗能力 于是家人带她去了北京就诊 经检查 医生发现她的肝脏 已经是包虫的巨大基地 这位大血管全部被蚕食 如果再不进行手术 或者手术不成功的话 她的生命将不足一年